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因素之下导致查案人员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也导致此案成为了悬案 两年之年 却因为一个行脚小贩物打物状而解开了此案谜团 以下就是此案过程 盖头下的新娘在民间结婚讲究过九日 小夫妻刚刚成亲 安爱有家 其实就等于是个变相的蜜月期 梁立坤结婚第七天就憋不住了 他本性豪爽 喜欢结交朋友 家里日子过得也算可以 祖上曾经做生意 村里好几处宅子 父母健在 不用他操心生活 养成了他交朋友的性格 他娶的媳妇名叫林巧琳 姑娘家里日子穷困 可是梁立坤不在意这个 他主要是看上了林巧琳的相貌 长得漂亮 而且性格温柔 对人不说话先脸红 娇羞可爱 两人开了春晚婚 单独住在一个小院中 和父母所住院子 大概搁了有七八户人家 梁立坤闲不住 虽然回门时 在岳父家喝得鸣顶大醉 但哪里有和自己朋友 坐在一起喝来的自由和开心 他在九日里 就向外出找人喝酒 却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 父亲说 他那帮朋友都是狐朋狗友 九日里还想出去喝 赶出门把腿给你打断 梁立坤性格豪爽 对父母极为孝顺 父亲不让出去 他不是不敢出去 而是不想让父亲生气 就这磨着 老老实实在家里过完九天 第十天早上 两个朋友就登门了 这两个朋友和梁立坤不是一个村的 一个叫陈志成 一个叫王有源 两人羡慕梁立坤 人家都结婚了 他们还是光棍 两人约他去别村一个叫牛二住的人家中喝酒 三个人高高兴兴出门 直奔牛二住家而去 一帮人在牛二住家吃喝玩乐 喝得不亦乐乎 次日清晨 梁立坤的爹娘不见儿子和儿媳妇来吃早饭 老两口实在等不及了 梁立坤的娘 站起出门 他要去喊儿子和儿媳妇起床吃饭 过去的新房 到了儿子小院前 发现大门竟然虚掩着 难道他们两个起来了 但为时摩摸去家里吃饭 带着诧异推开门 发现屋门也开着 他与家感觉奇怪 嘴里喊着儿子的名字进入屋内 却发现屋里空无一人 这可真是奇怪了 他想着 是不是自己跟儿子儿媳妇走岔了 他又回转 儿子和儿媳妇并没有回去 家里还是老头子一个人 他把情况一说 两老爷子也感觉奇怪 两人出去在村里找了一圈后 仍然不见小两口踪影 他们有些慌了 当时兵荒马乱 别是小两口在家里被人绑了吧 这时候突然从村外跌跌撞撞跑过来一个人 一见老两口的面就上气不接下气喊 立坤哥 立坤哥 他这个样子 急得两老爷子直跺脚 这孩子是梁立坤一个堂弟 名叫梁立辰 平时自己做些小生意 嘴巴挺利索一个人 现在确解结巴巴 他猛吸一口气 终于把话说全了 说 安立坤哥死在路上了 民国时期饮酒土 梁老太太一听就翻白眼歪在了地上 梁立辰赶紧伸手扶住他 梁老爷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梁立辰又重负 安立坤哥死在了路上 你快去吧 梁老爷子踉跄着就向村外跑 这边梁立辰把绳子交给两个村民照顾 自己也一溜烟追了过去 出了村一里是个三岔路口 三条路通向三个村子 距离三岔路口 进入他们村十几不远的路边 梁立坤脖子上刺着一根树枝 雪橙黑色 早就气绝身亡 安得 安儿啦 梁老爷子 凄惨喊了一句后 就贪婉在地 全身颤抖 吓得梁立辰赶紧给他顺气 嘴里说着安慰的话 一边有村里上岁数的人 他们接手辅助梁老爷子 一边掐他人中 一边对梁立辰说让他去报案 梁立辰一听点头 撒腿就向城里跑 当时的地方 保安团一听 发生了命案 就派了两个人跟他出发查案 这两个人是一对兄弟 哥哥叫张宝露 弟弟叫张宝福 兄弟两个老大 擅长观察 老二恐无有力 正好行程配合 他们跟着梁立辰到达现场 发现已经是人山人海 好几个村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看热闹 他们分开众人走了进去 先要检查尸体 民国旧徒 市井生活 梁立坤是面向下 趴在路边一个沟里 沟里杂草 刚刚冒头反清 江人翻过来后 发现他嘴角轻肿 致命伤是脖子 一段断掉的树枝 伺候要了他的命 张宝福在一边 让围观的人向后退 张宝露则开始在四周检查 尸体周边杂草丛生 由于刚入春 多数都是枯草 没有任何别的痕迹 这时候 梁老爷子悠悠醒来 茫然看着已然死透的儿子 昨天儿子玄活蹦乱跳 今天就成了一具尸体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谁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张宝露叹了口气 顿在梁老爷子身边 他必须要问话 看看梁老爷子知道些什么 梁老爷子说了自己知道的 昨天中午吃饭时 只有儿媳妇林巧琳一个人去吃饭 婆婆问了情况 林巧琳说她跟两个朋友去一个叫牛二住的人家里喝酒 到了傍晚时 儿媳妇再次吃饭 那时候儿子伤没有回来 因为仍然是她一个人 老两口当时没有多问 而且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儿子不是一个人出远门 还跟着朋友 晚上肯定会回来 谁能想到今天竟然会发生如此祸事 儿子惨死在路边 而媳妇踪迹不现 听了她的讲述后 张宝露不敢再耽搁 既然有昨天的踪迹 那这案子就并不复杂 他们首先得去牛二住家 问问昨天是什么情况 梁立坤又在什么时候离开 他安排弟弟张宝福去牛二住家 自己则跟着梁家的人收拾尸体回村 尸体不能再一直在野地中 运回家中方位妥当 梁老爷子伤心过度 他不能动手 侄子梁立成带着 村里人将梁立坤的尸体抬起向村里走 张宝露正要跟过去 突然发现草地中有个东西闪光 他过去一看 却是把寒光闪闪的斧头 民国一流断墙 野地里当然不能凭空出现斧头 他小心把斧头收拾了起来 好吗 这斧头木头柄上还刻了一个尘字 跟着梁家人进入村中后 就对梁立成小声说了几句话 梁立成听后点头而去 梁立坤结婚刚出九日就横死 这成了村里的惊天时间 大家有可惜的 有惊诧的 也有为之难过的 全都围在梁立坤家门前 梁老太太根本不能现被放在木板上的儿子 一看线就晕死 好好一个家 已经处于崩溃之中 张宝露听到边上有人小声议论 说灵巧灵长得太漂亮 一双大眼勾人魂魄 结婚刚刚十来天 丈夫横死 他失去踪影 多半是谋杀亲夫后 又跟人私奔了 对于人们有这样的议论 张宝露一点都不感觉奇怪 因为人是会联想的 一对新婚夫妻 丈夫横死路边 妻子消失不现 人们太容易联想到男女私情之上 同时也会自然将妻子定位 谋杀亲夫的罪犯 张宝露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 进入村中后 他就已经派梁立辰去了林巧琳娘家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在娘家 万一是丈夫去喝酒 新媳妇在家害怕去了娘家 他们这边乱猜一通 岂不是搞笑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如果去娘家 不可能不告宿梁老爷子和梁老太太 可去看看是最妥当的 这关系到人命案 半点也马虎不得 没过多久 梁立辰回来 后面还跟着一群人 气势汹汹 玩犊子了 这是张宝露的第一反应 这些人肯定是娘家人 果然不出所料 这些人来了后就找梁家要人 可怜梁老爷子和梁老太太 哪里能交出人 根本不用梁立辰再说 结果已经明了 林巧琳病没有回娘家 丈夫死在路边 妻子消失不现 张宝露已经开始怀疑林巧琳 她进入梁立坤和林巧琳的卧室 发现里面被翻动过 而且在床上扔着一只血 桌下同样扔着一只 民国时期劳作徒 在屋里思索了一阵后 出去向人打听 村里有没有姓陈的木匠 村里人都摇头表示没有 因为村里根本没有姓陈的人 不过有村民提供了一个消息 林村倒是有个陈姓木匠叫陈士林 平时会外出给人做木匠活 也经常到这个村里来 村里的家具基本都是他打的 张宝露暗暗记下这个名字 这人的斧头不会平摆出现在现场 等下就调查他 正想着张宝夫回来了 他同样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着两个人 原来他去了牛二住家 牛二住非常惊诧 他们昨天半下午开合 一直喝到夜里结束 陈志诚和梁立坤结伴回去后 他就睡了 既然梁立坤和陈志诚一起回去 那就必须要问一下陈志诚昨晚发生了什么 所以张宝福带着牛二住又去了陈志诚家 到了他家后 陈志诚尚在睡觉 一听梁立坤死在了路上 他感觉非常惊诧 据他所说 昨天他和梁立坤从三茶路口分开 自己回了家 梁立坤后面干了什么 他并不知道 张宝福索性把他们两个都带了过来 跟着他的正是牛二住和陈志诚 听了张宝福的话 张宝露感觉这里面有不对劲的地方 仔细一想 不对呀 他听梁老爷子说过 来找梁立坤的是两个人 一个叫陈志诚 一个叫王有缘 怎么他们没有提到这个人 于是他开口问陈志诚 陈志诚点头说是这魔灰事 昨天的却是王有缘先找的他 说要约梁立坤去牛二住家喝酒 他们一路到了牛二住家 喝到傍晚时 王有缘说他肚子不舒服 要去接手 可是他一去不复返 大家还笑话 他是喝不动了 所以逃跑 原来是这样 张宝露摸着下巴略一思索后 就让张宝福赶紧去找王有缘 这个人主动约别人喝酒 他却在中途离开 怕是打着什么鬼主意 民国时期大宅 张宝福听后离开 张宝露眼角看到陈志诚不住拿眼瞄自己手里的斧头 他看了看斧头 猛想起村民的话 朗不丁问了一句 你不会是个木匠吧 陈志诚被问得一愣后 摇头表示不是 不过他接下来的话 让张宝露吃惊 他说自己爹是个木匠 原来 陈志诚的爹就是村民嘴里说的那个陈性木匠 他的斧头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陈志诚也非常不解 他不明白爹的斧头怎么会在张宝露手里 张宝露想了一下后 让梁丽晨去找陈志诚的爹 找到他就带他来 自己要问他话 梁丽晨去后 他有心向林巧琳扬家人打听一些事 主要是想问林巧琳平时为人怎么样 原因非常简单 梁丽坤横死路边 林巧琳深夜失踪 他身上是有一点的 而且屋里被翻动得很乱 说明有人在昨晚收拾或者寻找过东西 他想打听一下林巧琳会不会有相好的 可是他同时明白 既然能到梁家愤怒要人 那肯定都是林巧琳亲近的娘家人 自己这班上去打听人家名声 弄不好会挨打 所以他选择询问梁老爷子 梁老爷子把自己这个儿媳妇夸成了一朵花 董事 孝顺 腼腆 人家刚嫁过来十来天 梁老爷子就这般夸 看来林巧琳名声没有问题 他这边还在打听 张宝福和梁丽辰几乎同时进门 张宝福是一个人 梁丽辰带着一个年迈的人 张宝福去找的是王有源 去了后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一问发现这小子从昨天出去就再没有回家 这是个重大疑点 张宝露点了点头 开始问被梁丽辰找来的木匠陈士林 不料他说的前言不搭后语 先说自己昨天给别人做家具 可又说不出在什么村 谁家 又问他斧头是不是丢了 他摇头说没有 可看到张宝露拿出斧头后 又说的却丢了 民国旧土 普通人生活土 这可真是奇怪了 他一个上了岁数的人 干嘛要撒谎 如果不撒谎 又怎么会说的前言不搭后语 事情到此 张宝露兄弟两个蹲在一个角落里碰线索 他们目前共理出两条 一是王有源喊人喝酒 是不是故意的 他是不是策划了什么 他们要对这个人深入调查 二就是沉默将干嘛 要说谎 他这么大岁数一个人 如果说他杀了梁立坤 怕是没有人会相信 可如果不是他 他的工具 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而且他对自己的行踪 说得语焉不详 前后不照 他是想隐瞒什么 两人这边商量着 张宝露看到陈志成 跟他爹陈士林说着什么 急得直白手 像是在争吵 张宝露让张宝福赶紧去调查王有源 自己把陈家父子两个叫到身边 问他们吵什么 陈志成一脸莫名其妙 据他所说 爹昨天一直在家 他喝酒走的时候在家 回到家后也在家 实在想不通爹 为师母要说谎 什么给人做家具了 没有的事 陈志林被儿子拆穿 仍然坚持说自己昨天末在家 他这个态度实在让张宝露不解 完全不明白他这样说的动机 张宝露正在疑惑思考之时 突然有个人说要跟他说话 这人到了他身边 指着陈志成说 是他杀死了梁立坤 张宝露听得大吃一惊 此人如此笃定 陈志成杀人 难道他目击了 据此人所说 他是个补锅的 挑着个挑子 走街串向挣钱 昨天晚上赶黑补完锅后 向家里赶 走到三叉路口时肚子疼 挑子不敢放在路边 就挑着挑子吓到路边的野草里接手 正在接手 路上骂骂咧咧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的声音他认识 正是陈志成 他在跟一个人争吵 由于是晚上 他蹲在草丛中也看不太清 就看两人扭打了几下 然后陈志成从三叉路口回村 另一个人走向了小梁村 他本人提上裤子 挑着挑子回了家 今天听说路上死了人 想起昨晚陈志成和那个人的争吵和扭打 不是陈志成杀人是谁 陈志成赶紧喊冤 说自己的却跟梁立坤争吵 甚至是扭打 原因是梁立坤嘲笑自己 莫媳妇是个光棍 两人都喝了酒 又都血气方刚 吵着到了三叉路口 扭打在一起 陈志成给了梁立坤一拳 估计是打出血了 因为回到家的手上还有血 但打过后 陈志成就此回家 后面发生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 他也没有杀梁立坤 民国时期乡村大寨 他说完这些 陈志林突然长出一口气说 原来你手上的血是跟他打架弄的呀 我的好儿子 你吓死我了 我把斧头扔在边上 是为时末 他这话一说 张保露和陈志成都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 陈志林见儿子说的事情经过 他也不再隐瞒 昨天晚上 他看到儿子喝得醉熏熏回家 嘴里还一直骂梁立坤不是人 嘲笑人 陈志成骂完 倒头就睡 陈志林一看 儿子手上有破皮的地方 还有血 他不由得害怕起来 儿子醉酒之下 会不会做了什么恶事 他想来想去 睡不着 就半夜去了路上 到了三叉路口一看 发现倒在地上 气绝身亡的梁立坤 陈志林害怕过后 就觉得是 儿子杀了梁立坤 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他急忙回家 把自己做家具的斧头 拿着扔到了县长草丛中 他的本意 是想替儿子顶下杀人罪 所以他刚才故意前沿 不搭后语 就是想引导张宝露 对他产生怀疑 他想舍了自己救儿子 张宝露不由得苦笑 这老爷子也是一番苦心 可是他忘记了重要一项 那就是动机 他有什么动机去杀梁立坤 再来说 这个人的目击举报 据他所说 两人扭打后分开 陈志成从岔口回村 梁立坤也是同样 那么 他并不是目击到了杀人 反而证明了 陈志成没有杀人 因为当时梁立坤还活得好好的 还能走 眼下看来 只剩下王有源一个疑点了 恰在这时 张宝露回来 带来了重大线索 民国旧徒 席地而坐的饮酒人 张宝露对王有源 进行了全面调查 这个人恶心不少 偷疾摸狗 而且还赌博成性 人长的能上去台面 嘴皮子也利索 张宝露突然进入梁立坤卧室 把先前发现的那两只鞋拿了出来 经过牛二柱和陈志成辨认 这正是昨天喝酒是王有源穿的鞋 如此看来 事情就比较迷茫了 这一切都是王有源搞的鬼 张宝露看着梁家人和林家人 对着众人拍手示意 说出自己推理出的真相 王有源极度梁立坤娶了媳妇 他就明里暗里 勾打林巧琳 可能是林巧琳 涉事不深 反正上了他的当 事发当天 王有源约梁立坤喝酒 这其实是他的一个计谋 一行人到了牛二住家 王有源借着肚子疼跑出去 事先埋伏在了三叉口里面的进村草丛里 手里拿着一根从树上掰下的断叉树枝 前端带肩 到了晚上 补锅地走到三叉口时肚子疼 进入草丛中劫手时 吵着架的梁立坤和陈志成来了 梁立坤对陈志成冷嘲热讽 陈志成起不过 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陈志成打了他一拳后 离开回家 梁立坤也从三叉口进入回村的路 草丛中的捕锅人跳着挑子走远 梁立坤喝醉了 他走得摇摇晃晃 王有源冷不丁从路边窜出来 用断枝对着他的脖子就刺了进去 可怜梁立坤当即就倒在地上死去 王有源剑杀人成功 就赶紧去村里进行下一步计划 陈志成回到家后 气还莫笑 骂骂烈烈睡觉 他爹陈士林一看他手上有伤 还一直骂 担心他做错事 就去路上看 不料发现了梁立坤的尸体 他觉得人是儿子失手杀死 所以想替儿子顶罪 但又不能太过明显 就把自己的斧头扔在了现场 期盼着顺着斧头找到他 好达到救儿子的目的 民国旧徒带孩子的父女 王有源进入梁立坤家 让林巧玲收拾东西跟自己走 他非常得意 把自己的破鞋甩掉 换了梁立坤的鞋 由于是甩 所以救鞋一只扔到了桌下 一只扔到了床上 两人就这样私奔而去 杀死梁立坤的人是王有源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而现在他和林巧玲不知道去了哪里 众人听完他的分析认为有道理 林巧玲娘家人不同意 可是他们也找不到破绽 梁立坤下葬 发文书捉拿王有源和林巧玲二人 此案等于已经的结 如果真要就此了结 那这案子不过是一对狠心人 为了私奔而杀人 他并不稀奇 但问题是 他是有后续的 而且前面的推理就有一点 林巧玲原本不认识王有源 他一个妇人 新婚十来天 前九日都不怎么出门 又怎么能跟王有源勾搭相好 不过 事情的转机是到两年以后 两年后的一天 梁立成突然找到张宝露 他带来一个重大消息 前一段时间 他去林县村里收获 发现有个女人 特别像自己的唐枣林巧玲 仔细辩认后 他觉得没错 所以来告诉张宝露 张宝露已听来了进 两年前的案子 说是结案了 其实等于是选着 一位凶手王有源和林巧玲私奔 现在有了线索 他岂能放过 通知了张宝露 带上几个人 还带上了梁立成 几个人马上出发去抓人 必须要带上梁立成 只有他认识林巧玲 到了村里 梁立成指认一个妇女后 张宝露上去就捆绑了起来 让他交代王有源去了哪里 不料妇人却瑟瑟发抖 一句话也不敢说 张宝露这才发现 他身上全是伤 正在不解 一个脸上有巴拉的汉子 气势汹汹而来 说有人抢他媳妇 张宝露两下就把这人制服 一问之下 才发现林巧玲是被卖给这个人的 由于林巧玲老想逃跑 所以他三天两头打他 这时候已经不敢跑了 这是怎么回事 民国旧徒 家庭熬作 张宝露和张宝芙带着林巧玲和巴拉脸汉子回去 在路上 林巧玲终于不再害怕 哭着说出了两年前发生的事 喝酒当天 他吃过饭后嗅了一阵花 想要睡觉时 突然有人拍门 王有源说梁立坤出事了 他担心之下打开了门 王有源 王有源直接把他打晕 等再醒来 发现已经被捆绑并且堵住了嘴 王有源在屋内翻了个遍 把之前的东西全部打包 还换了丈夫的心血后 带他离开 一路送到了这里 把自己卖给了这个巴拉脸汉子 张宝露和张宝福傻了眼 按照他所说 那就不是私奔 也的却 短短十来天时间 他怎么会跟王有源好上 倒是王有源的 却能干出这种事 可是这同时 也证明人并不是王有源杀的 他去梁立坤家的时间并不晚 然后就是带走林巧玲 他没有杀梁立坤的时间 张宝露严厉询问巴拉脸汉子 从他嘴里得知了王有源的藏身地点 并且抓捕 他对拐卖林巧玲的事 共认不讳 但却表示自己没有杀人 自己没有时间 也没有必要杀梁立坤 由此 这件案子跟先前所接有了大不同 先前认为是林巧玲和人勾结 现在她是受害者 也得却是受害者 整整受了两年的苦 真正的作恶者是王有源 可是 梁立坤是怎么死的呢 张宝露最终认为梁立坤是醉酒失足跌倒 正好撞上了路边的断枝 被断枝刺了脖子后死去 其他事情和前面的推理没有出入 也只能如此结案 林巧玲回娘家 王有源自然会受到惩罚 至于梁立坤是不是失足而死 则已经永远成迷 诸位 此案并不复杂 但却以常曲折 主要是中间夹杂了很多事 在此案中 牛二祝他们和朋友喝酒是罪吗 当然不是 陈志诚和梁立坤发生争吵并且打架是罪吗 也并不是 不过是朋友间的正常争执 可因为梁立坤的死而生出了别的事 陈志霖害怕是儿子所杀 所以扔下斧头想顶替 导致查案人员走了弯路 林巧玲有罪吗 她当然没罪 她被人绑架后卖给别人 她一个妇人能有什么办法 她是个可怜人 可开始时还被莫名定位了杀人犯 如果不是梁立坤收获时巧遇她 她只怕会永远在村里当巴拉脸的老婆 这难道还不可怜吗 唯独王有缘 因为嫉妒 因为贪婪 用计骗朋友喝酒 拐骗人家媳妇 这种人是小人家恶人 怎么惩罚也未过 最可怜的是梁立坤 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您认为她是失足而死 还是被人杀死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骨肉相残 鱼妖报恩 明朝时期京城有一位姓宋的富商 他和妻子相互扶持多年 唯独没有子嗣 一直是他们的一大遗憾 夫妻俩曾经尝试了许多方法 包括求医问药 拜佛祈求等等 但都没有见效 有一天 一位跛脚的僧人来到宋府门前行企画园 宋府的仆人们想将他赶走 但宋老爷性格宽厚 制止了仆人的行为 并热情地款待了僧人 僧人在离开前留下了一句话 你们的心愿很快就能实现 只是你们的不幸也快要降临了 真是可惜呀 宋老爷想要跟僧人详谈一下 但此时僧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宋老爷只听到了僧人说的前半句话 因此他开了一家粥铺 专门接济穷苦百姓 果然一年后 宋夫人怀上了孩子 十个月后 宋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 宋老爷给他取名宋安平 从这个名字中 我们可以看出宋老爷的爱子之心 但是命运总是多传 云游僧人所预言的祸事 很快就发生了 不仅宋老爷自己遭遇了不幸 宋安平的人生也变得曲折复杂 宋家的美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宋老爷和妻子 在一次探亲途中遭遇土匪抢劫 不仅财物被抢走 而且 玄家被杀害 随后 只有一个护院带着宋安平逃脱 但他也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宋老爷有一个弟弟 叫宋信长 他在歌嫂去世后收养了宋安平 使他不至于成为孤儿 但是 宋信长是个五毒剧圈的人 只要和坏有关的事情 他都做过 他对侄子也不是很在意 只是给他口饭吃 让他不会饿死 至于家产 他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幸运的是 尽管宋安平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但他并没有沾染坏习气 反而清新俊逸 品行纯良 在宋安平成年时 宋信长已培养他为借口 催促他外出找份工作 不应该只盯着宋家的老本看 自力更生才算有真本事 虽然宋信长对宋安平不好 但他一直很感激 叔叔这些年对自己的抚养 便点头称事 他在一家裁缝店当起了学徒 因为勤奋又有天赋 宋安平很快就出了诗 只是他暂时没有另立门户的打算 而是决定留在师父这里帮衬 人人都称赞他知道感恩 一天上街买菜时 宋安平建一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 便凑上前看热闹 原来是一位鱼贩子 在推销一条大黑鱼 那鱼全身漆黑 足有一尺三十二厘米长 可是个大家伙 不少人围着黑鱼指指点点 雪无人出嫁 黑鱼因为缺水 外加太阳暴晒 已经变得潜巴巴的 嘴巴迟钝的一张一合 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 众人定睛一看 却见那黑鱼的眼角 正缓缓流下一行眼泪 众人被吓得不轻 轰然散了 只有宋安平留在原地 他心疼这黑鱼 觉得他颇有灵性 便问鱼贩子这鱼怎么卖 鱼贩子本以为这鱼 只能砸自己手里了 谁想从天降一个冤大头 便故意提价 要狠狠在宋安平一笔 宋安平一摸钱袋子 里面的钱倒是正好够 只是给出了 自己剩下的半个月 都要啃馒头了 叔叔可不会接济他 他看了眼奄奄一息的黑鱼 一咬牙 终是将钱给了出去 他捧着黑鱼 一路走到了郊外林子里的一片湖边 将它放了进去 宋安平终于让黑鱼逃脱了 看着他欢快地游走 他也感到很高兴 宋安平提醒黑鱼小心 别再被抓 黑鱼注视着宋安平离开 然后潜入了湖底 回家后 宋安平因为钱不够吃 啃了半个月的馒头咸菜 当别人问起他的钱去了哪里时 他老实地回答 结果却被人取笑 虽然被嘲笑 宋安平并没有争辩 一天晚上 宋安平路过叔叔的书房时 看到屋内还亮着灯 照出两个人的身影 他想叔叔应该在会客 于是刚想继续往前走 却听到屋内杯子被摔碎的声音 接着是叔叔的历声斥责 性问的 你别太过分 宋安平没想到他们会吵架 他在门外犹豫 是否要进去看看 就在这时 门猛地打开了 宋安平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他的左脸上还有一条恐怖的疤痕 宋姓长也出来了 看到宋安平站在门外 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但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装作无视人一样问道 你偷偷摸摸站在门外做什么 宋安平回答 我听到里面有争吵声 就想进去看看 宋姓长刚想说话 中年人就抢先开口了 宋兄 这是你的侄子吗 看起来真不像你 宋姓长脸色一变 赶紧挥手让宋安平回自己的房间 然后转身和中年人一起回到了书房 宋安平听到他们最后说的话是那件事 咱们好商量 宋安平躺在床上左右想不明白 什么事 又是商量什么 竟然很快就睡着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日安生日子 阴柱也无事发生 宋安平很快就将那夜的小插曲抛在脑后 一日午后他正在看铺子 阳光晒得他昏昏欲睡 半梦半醒之间 似乎有人走进了裁缝店中 宋安平凭着本能询问对方需要点什么 见久久没有回应 他睁眼一看 原来是一个云游僧人 似乎腿脚也并不利索 宋安平见对方一态端庄 慈眉善目 有一股于世无争的气质 觉得他也不是那重骗吃骗喝的假和尚 生怕怠慢了对方 便忙站起身来 云游僧人在殿内绕了一圈 又盯着宋安平看个不停 只将他看得浑身发毛 不得不再次询问 僧人是不是需要摘翻一类的 谁知云游僧人却是一句不答 反而慢悠悠地引起了诗 二十年来是 伤心认贼狠 后生无负礼 道义果能存 念满后把腿走出点外 等宋安平反应过来追上去 云游僧人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宋安平仗二和尚摸不住头脑 默默念起云游僧人留下的诗 觉着诡异得很 大霞天里 竟出了一身冷汗 摇摇头也不再去想 一位与宋安平年纪相仿的女子 走进铺子 向她询问 是否接受一份做兽医的工作 尽管这份工作 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但是做兽医会让人触眉头 还容易招来厄运 有钱人家 通常会有专门的人来做兽医 而普通老百姓 大多会修补平日的衣服应对 宋安平看到这位姑娘 虽然出落得美丽动人 但穿着朴素 不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想来她无法负担做兽医的费用 女子看到宋安平犹豫不决 便表示 只要她愿意上门接活 酬劳自然不会少 宋安平苦笑 解释说作为学徒接活需要师父的允许 而现在师父不在 她不敢贸然答应 不过 宋安平安慰女子说 如果这份工作真的能赚到钱 师父也不会反对 接着 宋安平询问女子是为谁做兽医 女子回答是为自己的母亲 宋安平看了看女子 发现她和自己年纪相仿 不禁好奇 她为师母早早就要给母亲准备兽医 女子解释说 我的母亲年轻时流落街头 身体一直不好 后来因为家庭贫困 长期过劳 治疗无效 只能提前做好准备 宋安平听得很感慨 约定明天再见时给女子答复 女子谢过宋安平后离开了 师父和其他伙伴回到店内后 宋安平向他们讲述了一个女子的事情 听了之后 其中一人便知道 这位姑娘是住在东街的柳香 宋安平不理解 于是追问鸡人 鸡人笑着说柳香而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已经二世出头了 还没有人来提亲 全是因为她家里的老母亲 据说她曾经是一名风尘女子 并且得了一种脏病 很多人看中柳香而 但是一旦知道了她母亲的情况 就会打推糖果 担心以后只能干小活 师父也劝宋安平说 没有必要接这个生意 因为既危险又不干净 宋安平对师父非常恭敬 但是对于旁人 对柳香的轻蔑态度非常不满 忍不住喝吃倒 这样一个毫无根据的事情 也值得拿出来说吗 我倒是想问 你们谁亲眼看到过她母亲接待恩客 你们又是从哪里知道 她得的病是脏病 几个人从未见过老好人宋安平发火 一下子也害怕了 其中一人畏缩地说 只是大家都这么说 宋安平生气地说 大家都这么说 就是对的吗 眼看两边就要争吵起来 师父赶紧出来调解 对宋安平说 如果你真的想去 我也不会阻止你 只是要注意安全 此时 宋安平的气也消了一些 感谢师父 回家准备去了 宋安平和柳香儿准时见面 柳香儿看到 宋安平带住各种工具 知道一切都妥当了 拉着她的手连声道谢 柳香儿家住在一条小巷里 当他们进门后 宋安平听到一阵痛苦的咳嗽声 柳香儿听到后 匆忙走进屋里 宋安平也跟了进去 屋里躺着一位面容憔悴的妇人 柳香儿熟练地扶起她 帮她按摩背部并拿来热水 宋安平也在一旁帮忙 经过一阵手忙脚乱 妇人最终坐了起来 柳香儿向妇人介绍了宋安平 她在京城的各个采访店里 走访了好几天 只有宋安平愿意上门为她的母亲做兽衣 妇人向宋安平表示感谢 宋安平注意到 妇人眼睛有些不舒服 心里不禁感到难过 在量身定制兽衣的过程中 妇人问宋安平的个人情况 宋安平知道妇人的意思 也对柳香儿颇有好感 便如实告诉了她 柳香儿听到后脸红了 借口去做饭 离开了房间 两人却没有察觉到 妇人听住宋安平的话 脸色已经变了 她又问宋安平的养父 是否叫宋心肠 宋安平听后愣住了 你认识我叔说 妇人突然落泪 宋安平吓了一跳 一位妇人不舒服了 连忙安慰她 柳香儿也赶回来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对视着 都感到有些困惑 妇人紧握着宋安平的手 抹着眼泪哭了半嗓 最终哽咽地说道 请坐下 我有话要告诉你们 宋安平一开始认为 这位女士是为了早日确定婚事而来 但接下来她所说的话 却让她大吃一惊 原来 这位女士曾经是宋夫人身边的女仆 当年 土匪劫掠 将所有男子杀害 想要掳走女性 宋夫人不从 选择了自杀 其余女眷也纷纷找机会自杀 她原本也想寻死 但被捉住并被严格看管 后来因为怀了柳香儿 她的求死心思逐渐淡化 直到五年前 她终于抓住机会 带着柳香儿从土匪巢穴中逃了出来 当时她的身心早已受创 因为其余人都已死亡 只有她幸存下来 所以她没有脸面向宋家 只想和女儿相依为命 终结她的悲惨生活 没想到今天竟然与宋安平重逢 也许这是上天的安排 宋安平听了半天都喝不上嘴 柳香儿也十分震惊 她一直以为母亲是被父亲带进寨子的 但不知道母亲在被带进寨子之前 还有这样的经历 母女俩看着对方都擦起了泪 宋安平连忙安慰他们 她说现在宋家已经有人持家 而她自己也在做财房学徒 学会了一门手艺 让柳氏不用再担心 但这却再次触动了柳氏的心灵 她抓住宋安平的手摸着她手心的老茧 哭着说如果老爷夫人还在 宋安平怎么会去做财房呢 宋安平发现自己越劝越糟糕 值得闭嘴苦笑 幸好柳氏在柳香儿的劝导下 终于平静下来 宋安平建议两人随她一起回宋家 以便照应 但柳氏拒绝了 柳氏本来是宋夫人的陪嫁丫头 知道宋信尝是什么样子的人 如今宋安平在家里受欺压 他们过去只会给宋安平添麻烦 但知道少爷日子过得不错 柳氏的心情也终于缓解了一些 宋安平让她安心养病 不必现在就花钱做兽医 柳氏都答应了 离开前柳氏告诫她 你叔叔有问题 一定要小心你的叔叔 宋安平哭笑不得地答应了 虽然这次生意不成 但遇现故人 宋安平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回家时 她看到那个八脸男人 从侧门走出叔叔的书房 叔叔跟在她身后 两人似乎在交谈 宋安平出于好奇 躲在墙角偷听 但音距离太远 听不太清楚 只能隐约听到立刻 动手 加夜等词语 宋安平感到惊讶和怀疑 想再多听一些 但听不清楚 值得从墙角出来 装作路过的样子 那两个人一看到她 就立刻闭嘴了 宋安平装作一脸无知的样子 向他们问好 然后自然地走进房间 虽然她没有回头 但她确信那两个人 一直在盯着她 晚上 宋信长海特地找宋安平谈话 话里话外都在试探谈 是否听到了一些 不应该听到的东西 这下子 即使宋安平在迟钝 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对叔叔也逐渐提高了警惕 三天后 柳香儿来找宋安平 想要为柳师做一套新衣服 宋安平接待了她 耐心地陪她挑选不了 并告诉她 可以进内屋再席挑选 柳香儿刚进内屋 一个八脸中年男子 就走进了屋子 宋安平感到很惊讶 但既然有客人上门 她自然要打起精神 好好接待 八脸男人 说她想请宋安平 去带家为她做一套衣服 价钱好商量 宋安平下意识 有些抵触 但脸上还是带着微笑说 如果您问我的裁缝手艺 那我师父在京城绝对数一数二 八脸男人好像听不懂似的 不 我就要你来做 宋安平又提出了 必须得到师父同意 才能接受的说辞 八脸男人也莫在说什么 放下一个装着钱的袋子 留下了地址和时间 就转身离开了 宋安平感到很困惑 那个钱贷很重 她想师父也不会反对这个生意 她正琢磨着 突然看到柳香儿 一脸沉重地走出了屋子 宋安平看到这个情况 就迎上去问她 发生了什么事情 柳香儿问 刚才和你交谈的人是谁 宋安平如实相告 柳香儿发现四周没有别人 就说 说实话 她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 一模一样 父亲 宋安平一时没明白过来 当她想清楚后 顿时睁大了双眼 柳香儿的父亲 不就是当年的盗匪吗 你确定吗 这可是件大事 她必须弄清楚 柳香儿苦笑着说 我也不想承认 只是她的声音 我做梦都不会忘记 而且 她指着自己的左脸颊 她这里有道长疤 我没说错吧 宋安平沉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时陷入沉默 一个曾经洗击 宋安平父母的盗匪 魏石魔会与宋姓常有联系 两人似乎仍在密谋 真相似乎已经浮出水面了 这时 她突然想起 云游僧曾经说过的一首诗 想到她可能认贼作父 有点后悔 柳香儿建议他们去官府揭发 但宋安平更冷静 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八面男子也没有对他们不利的行动 即使告发也不会成功 香儿 你听我说 明天傍晚我会按照约定 去为她量身定制衣服 如果她要对我动手 那时就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午夜时 我还没有回来找你 你就去报官 柳香儿连连摇头 这个计划太危险了 她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推掉 再仔细考虑 但宋安平认为当机立断 不如直接面对 她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也不用劝我了 我也终究要去虎穴一探究竟 柳香儿见宋安平不肯听劝 只得捶着眉眼点头 并提醒她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 宋安平果然按照预定好的时间出发 傍晚十分到达了成交 终于找到了八岭男人所说的那座房子 宋安平有条不紊地执行每一个步骤 但总是会分心留意周围 生怕自己会被埋伏的人刺伤 最终 宋安平确认了货物的交付日期 然后离开了房子 走出房子时 她还有重不真实的感觉 这个晚上过得平稳吗? 当然不可能 宋安平看着几个黑衣人和领头的八脸男子 从森林中冲出来 心想他们终于按耐不住了 八脸男子表示 如果在房子里杀了宋安平 那样太难清理现场 只能让他死在外面了 但是这些土匪们早就放弃了用白刀子紧 红刀子出的方法 留下太多的漏洞 还是得另想办法 说着 几个人就向宋安平扑来 宋安平接连躲闪 抓起一把泥土扔向前方的人 但不慎被背后的第三个人一脚踹倒 终究是四手比双拳厉害 宋安平被按在地上无法动弹 看着仍在挣扎的宋安平 八脸男子大笑着说 别怪我们 怪你挡了你叔叔的财路吧 说完 他们绑住了宋安平的手脚 然后把他装进了猪笼里 宋安平明白了 他们想让他被浸在猪笼里 他拼命挣扎 但还是被扔进了湖里 石头拉着他急速下沉 眼睛 耳朵 鼻孔 嘴巴都被冰冷的湖水充斥着 他甚至来不及喊救命 四周静谧无声 只在下水的瞬间 听到岸上人的笑声 很快 他就陷入了寂静中 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混沌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白光 他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地狱之门口 但是很快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不断地拖起 重新浮出水面 宋安平猛地咳出一口水 睁开双眼 眼前是那一轮清冷而明亮的月亮 他还活着 此时他才注意到 将它拖起来的是无数的鱼儿 它们聚集在一起 像湖上的一座小岛 未首的是一条通体漆黑的大鱼 宋安平隐约听到那条黑鱼口中说 安公 你且忍耐 很快就会有人来的 宋安平胡乱地应了一声 很快 柳香儿带着一群捕快赶到了湖边 此时 它们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 宋安平漂浮在湖面上 它的身下 使无数条鱼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片巨大的阴影 当宋安平被拉上岸时 鱼们突然散开了 只有那条黑鱼 仍然探出水面张望住 宋安平微弱地笑了笑 然后说了声谢谢 这时 那条黑鱼才慢慢地潜入湖底 湖水也恢复了平静 根据宋安平 柳香儿以及柳氏的证词 官府很快确认了 当年宋信长勾结土匪 企图杀害自己的哥哥一家 从而控制宋家的事实 谁知道 土匪的行动出了差错 漏掉了宋安平这个孤儿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安平逐渐长大 家产终究有一天会被归还 而且八面男人 因获得宋信长的把柄 胃口越来越大 宋信长值得与他再次合作 杀死自己的侄子 但最终他们的计划没有得逞 宋安平问柳香儿 他明明告诉他要在午夜来找他 但他为时魔提前行动了呢 柳香儿解释说 他当时在家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梦里梦见了一条黑鱼 足有一尺长 还能够说人话 他说宋安平生命垂危 让他赶快来找人救他 柳香儿醒来后 立刻就去报了官 宋安平听了后 不禁惊叹不已 说这条黑鱼果然非同凡响 之后他们又回到湖边 可无论怎样寻找 都没有找到那条黑鱼的踪影了 宋姓长被关进监狱后 宋安平接管了宋家 将财缝店加入家族产业 并发展了一系列连锁行业 日子过得很顺利 在柳氏的见证下 宋安平和柳香儿结为夫妻 在他们大婚的那天 有一个下人说有一个跛脚和尚来了 问是否要赶走 宋安平听了后 赶忙出门相迎 原来是当初那个云游僧人 他向僧人道谢 因为是他教导了他 僧人微笑着不说话 只是说 只要施主保持善念 做善事 必然会有家庭和睦 幸福一生 宋安平连忙点头 又邀请僧人参加他们的喜宴 僧人摇了摇头微笑着 潇洒地消失在人群中 从那天起 宋安平始终保持善念 做好事 并因此获得了宋大善人的美名 他照顾柳氏 指导他去世 并与柳香儿一起幸福地生活到老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